美国总统退休后的生活可真滋润 看病不用花钱 出行有免费保镖 冻冻嘴皮就能月入百万 就连去世后的安葬仪式 国家都给承包了 作为世界上最羡慕的职业 美国总统一旦入住白宫 便会受到世人瞩目 退休后不仅会有一笔可观的安家费 一年还能够领到20万美元退休金 就连总统夫人每个月 都能领到2万美元退休金 怪不得退休以后的奥巴马 会到处去旅游 一年打300场高尔布 当然了历届总统的退休费是不同的 会根据国家经济而逐年增加 1958年刚刚实施的卸任总统法时 退休总统每年只能够领到2.5万美元 到小布什的时候涨到了22.5万美元 克林顿23.1万美元 奥巴马23.6万美元 要知道一个公司高管的年薪都不会有这么多 但以财富大亨特朗普的家里来说 每年并不缺这20万 更重要的是在总统退休后 为了防止有人秋后算账 美国的特勤局还会为他们提供终身保护 甚至还可以在军队医院终身免费看病 孩子在成年之前也会享有相同的待遇 要知道美国的医疗那可是相当昂贵 这退休售后服务做的真的是无可挑剔 这也难怪许多人就算挤破头 也都想竞选总统 但这总统可不是一般人就能当的 首先必须生在美国年满35岁 在美居住14年以上 不仅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 还要具备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身后有一大堆愿意追随你的民众 然而这也只能够获得一个竞选资格而已 可见想要当上一个领导有多难 你知道美国总统退休后靠什么赚钱吗 方法简单到难以置信 动动嘴皮就能月入百万 奥巴马满世界打高尔夫 一年打了300多场都花不完 更觉得是他还一边演讲一边旅游 一场演讲就赚了40万美元 又将回一路版权 卖了6000万 带着家人去全国各地旅游 生活呀那叫一个滋润呢 75岁特朗普人老心不老 江湖至今还有他的传说 他退休以后就搬进了海湖庄园 继续敬着自己的商业帝国 甚至还赚起了政府的钱 原来特勤局的特工们为了保护特朗普 衣食住行都在特朗普的俱乐部 特朗普竟还向他们征收了 每晚566美元的房费 哎呦怪不得特朗普做生意这么成功 这脑袋呀可真够精明的 而且美国总统退休后 美国政府仍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办公室 让他们用来写回忆录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回忆录呀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奥巴马的回忆录光是版权就卖6000万美元 如果特朗普能出本回忆录的话 以他本身自在的话题呀 那可能会卖的更多 不仅如此 政府还会为每位卸任总统 修建一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图书馆 用来记录他们的生活事迹 从选址到装修 全用总统自己决定 这相当于是一个纪念馆一样 对于每一位总统来说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呀 而且退休后的总统去世以后 美国政府还会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国葬 当你当上总统那一刻起 从衣食住行到退休后的各种福利 只要你能讲得到的 美国政府全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只需要好好的为民众办事 做好总统工作就行 这也是全世界网友心中 最羡慕的职业之一 你知道退休后的美国总统都干些什么吗 奥巴马在退休后第一天就开始满世界的跑 去英国富豪的私人岛屿冲浪 去法国的岛屿乘坐游轮 生活那叫一个潇洒 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退休以后 悠哉悠哉的在自家农场打着高尔夫 蹬着自行车去看各种体育比赛 惬意的学会了画油画 给各国领导人都画了一张肖像 还抽空举办了一个画展 并在享受退休生活同时 他还出了本资赚 光是版权费都卖了1000万美元 他还去日本韩国印度等国 发表了200多次演讲 一场收入18万美元左右 几年下来收入超过了2000多万美元 这可真的是享受赚钱量不耽误呀 当然了可并不是每一位退休总统都能这么潇洒 据说连任两级的克林顿总统退休时还申付巨额欠款 因为他在职时的负面新闻和参与竞选花掉了钱 让他欠下了1600万美元 可想而知竞选有多少钱 为了还债 退休后的克林顿到处演讲 挣了1300多万美元 回忆录的版权也卖了1500万美元 不仅还完了债务 还收入颇丰 赚的是盆满钵满 不得不说 美国退休总统这个头衔是真的值钱 只要开开口动动手就能跃入百万 当然了这和各国的经济实力挂钩 毕竟曾经国家最高领导 实力能力才华都是不可小觑的 能享受这样的生活 这也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 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想要生活处处如意 还需不断努力 让我们以后的退休生活 也能够这般潇洒自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讨论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